韩国九人男团纯情少年担任台湾工艺大使 派出人气成员树葵代表来台 中文讲得十分冷凳的树葵也用毛笔写出自己的中文名字 他不但尝到台湾知名的玉盒包和抽豆腐等等美食 更获赠代表端午节的粽子香包 他还在现场大秀舞技丝毫不声色 树葵代表男团纯情少年 他表示已经吃了许多台湾美食 回去也要介绍给其他成员 树葵还透露此行访台不只是做公益 还和台湾偶像剧制作人见面 将来有望在台湾发展 韩国的电视剧 Dream High 像Dream High的电视剧 他说就是一部可能有点类似韩国的Dream High那样子的连续剧 没有带着什么样的任务跟使命要回去 因为他听说是来秘密要准备来考察整个台湾的市场 我们跟 谢谢观看